嗨,大家好,我是新疆的火凤凰 看我面前这些小多肉 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小美女养的 60块钱买了20盆 有几盆让别的同事搬到别的办公室去了 看这个,长了俩头 这长了一个头 这还长了一个小头 这个是开锅花之后 把花下了之后它在边上长了一个 最近长是比较旺 每一个都有变化 看这个中间 新长了四片叶子出来 这个也是 这个里头长了一圈 这个也长了四片叶子了 这个有点土长呀 也是长了好几片叶子 拿来的时候只有这么长 上面一切全是它长的 这个长是太好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 叫什么名字也叫不来 反正这一堆 小小的小花旁里头 小鼻子小眼的 天天看着剑长 刚拿来的时候红红的 现在颜色已经退了 这个也是 这个多肉呢 就是要干着痒 不能太湿了 太湿了的话 它根子就容易腐烂 这盆特别小 这盆特别小 小小的 就这么小一个小花盆 在我手心里面 就这么一点 这样照上挺大的 这样照上就挺小的 这些小多肉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天天看着它 这些都是什么品种 叫不上来名字 小美女最近回内地 看家去了 有我负责给它养 我发现我给它养的挺好的 也是要见干见湿 看它盆土干透了 就可以浇了 多肉不能浇太多水 太多水了 它根子会腐烂 我们期待着这些小多肉 快速成长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下期再见